这是一段堪比瑞克和莫蒂的大尺度玩偶戏 只见男孩将敌人的两条胳膊全部卸下来 随即拎着这个人的脑袋 还不忘向他的同伴们炫耀 男孩用力一扯 不仅扯断了他的胳膊 还让他自己拾自己 之后的人不是被掏心窝子 就是大开脑洞 总之现场的混乱尺度 已经无法用正常语言来描述 待所有人被完全解决后 这是我们才得以看清真实的案发现场 原来刚才发生的杀戮画面 都只是存在男孩珊姆的脑子里 在上一集中 珊姆因在博士家里精神崩溃 与赶来解救珊姆的玛丽德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直到爱马变成巨人 才勉强压制住疯狂的珊姆 但随即现场的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陷入了一阵奇怪的昏迷中 等再次醒来后 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不明所以的安德鲁和玉女 开始在房子里搜索线索 无意间撞见了躺在一起的玛丽和女乔丹 双方立刻陷入了尴尬 但看了一眼一起躺过的那张乱乱的床 俩人不禁嘴角都泛起一片涟漪 显然他们都很满意这一现状 可来到户外后 巨人画的爱马 把整个游泳池都当成了浴缸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都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乔丹说他有一个特殊的体质 哪怕喝光一箱茅台 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更不可能存在断片这种事发生 安德鲁拿出手机查看时间 发现居然已经两天了 而从抖音上看 他们一伙人的确是参加了一场狂欢派对 这时珊姆突然出现了 找到了玛丽和爱马 试图为当时的失控而向他们道歉 但当他们说根本不认识她时 珊姆意识到他们的记忆被清除了 匆匆留下了一句话 答应会试图帮助他们恢复记忆的 几个人聚在一起后 怀疑是能使人断片的禽兽做的手脚 玉女此时向众人吐露了一起不堪的往事 在她刚入学时 自己就认识这个禽兽了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自己三天后就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 禽兽还拍下了她的视频 安德鲁听后非常生气打算找禽兽算账 但实际上这件事与女校长脱不开关系 博士大声向校长呵斥 自己和家人差点就死在那个山姆手下 再这样下去 即将研发完成的病毒就会功亏一篑 如果想实验能加速继续下去 就得把玛丽给博士带下来 她的超能力在博士看来是最稀有的 可女校长坚决不允许有人碰她 现在玛丽可是个小红人 少了她 董事会将少掉一大笔资金来源 让博士自己去想办法 另一边玛丽和乔丹在校园里先一步发现了白发 发现她正和女校长在说话 被注意到的禽兽 做贼心虚地看到他们就转身逃跑 但却让模型男变成了自己的样子去误导他们 当禽兽回到宿舍时 安德鲁早已守住带兔多时 他用金属控制能力封住了门窗 上前掐住对方的脖子 准备兴试问罪时 眨眼之间 自己又莫名其妙出现在一家快餐店中 看来禽兽的能力也不容小觑 宿舍里的玛丽和爱玛 怀疑学校也参与了隐瞒 而开头那个男生山姆 肯定知道这一切之间的联系 这时玛丽突然觉得自己的肩膀很是不舒服 好像有血块堵住了一样 随即小心地操纵血液 用能力引爆了血管 从里面取出一件东西来 似乎是一个新鲜热乎的追踪器 玛丽立即来到隔壁的玉女房间 认为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禽兽艺人没那么大本事 或许整个学院的学生都受到了监视 玉女大惊失色 让她看看自己体内有没有 然而就在玛丽探索的时候 她握住了玛丽的手 原来控制他们失去记忆的不是禽兽而是玉女 玛丽忘记事情后 和乔丹又开始寻找禽兽 经过这么多次背叛好友 玉女的内心早已多次谴责自己 随时就可能走向崩溃的边缘 可女校长却威逼力右下 要求玉女尽力而为 为了她朋友们的安危着想 最后在玛丽等人的围堵下 终于抓住了禽兽 别的不多说 先打一顿泄泄气再说 可禽兽对于俩人的指责 却是一头雾水 她发誓自己没做过那些事 解释说自己整天都躲在这里 而且她的超能力只能近距离使用 她的同伴也能为她作证 这时安德鲁收到消息气势汹汹杀了过来 直接把白发鸡飞到墙上 想要干掉这个禽兽为玉女报仇 而玉女最终还是顶不住道德的谴责 终于还是说出了真相 事实上她只是想保护伙伴们 包括死去的金童 让她一次又一次忘记了弟弟珊姆 被关在地下的实验室 然后哭着就恢复了安德鲁失去的所有记忆 她发现玉女一直以来都在欺骗自己 让她忘记了很多关键记忆 其他人也在玉女的能力之下 恢复了先前的所有记忆 这让一直深爱着玉女的安德鲁很是气愤 迟迟不肯原谅她 可因为使用能力过于频繁 玉女的大脑也遭受了严重的损伤 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在玛丽空血树的帮助下 玉女索性能够转位为安 可刚把她放在沙发上没一会儿 玉女因为起得太猛 来了一个大便活人 这一下可把众人给看懵了 玉女什么时候解锁的新技能 只不过她刚一消失 房子里就产生了一样的变化 几人来到了一个处从未见过的原始森林 走了才没几步 一个年纪稍大的妇人 正在不远处呼喊着儿子的姓名 安德鲁一听便紧锁起眉头 那失踪的小男孩正是玉女六岁的弟弟 此时小玉女竟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们才得以知道 玉莉等人被带入到玉女的回忆中 这才看到了对方不堪的记忆 这时几人身后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哎呦我去 这不是小嘴抹了蜜的士兵男孩吗 他怎么也会在这呢 原来士兵男孩是玉女小时候的幻想朋友 在他青春懵懂之时 是幻想中的士兵男孩 陪着他度过无数寂寞的夜晚 安德鲁可对这满嘴电报声的人没什么好感 但当下不是生闷气的时候 士兵男孩表示他们如果不赶紧出去 将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因为玉女的大脑正在损毁 随时都有可能血管爆裂变为植物人 可士兵男孩刚要告诉几人出去的方法 一发闪电刷的一下 就把他劈成渣了 强如士兵男孩这样的英雄 在玉女的大脑中都能被秒杀 几人得抓紧时间 另寻出口了 不知走了多久 众人也进入到一段新回忆中 因为双亲过于忌惮玉女的能力 将她软禁在铁屋中整整九年 直到女校长的出现 才改变了这一现状 这是俩人的第一次见面 女校长以她那阳光和蔼的形象 很快就获得了玉女的信任 她需要玉女为己所用 只要能跟她走 不光能重获自由 还不用再遭受超能力带来的副作用 这玉女哪有不答应的理由 心满意得地投入到校长的怀抱中 此时画面再次切换 几人竟然来到了课堂之上 死去的金童也赫然出现在眼前 那是她与玉女第一次在学校里见面 可以看得出来 俩人属于一见钟情 头回见面 这眼睛里都快拉丝了 见到如此情意绵绵的场景 安德鲁也是醋意大增 表示犯恶心看不下去了 没想到金童竟然转过身 开始朝安德鲁说话了 但等着她的不是许久未见朋友之间的嘘寒问问 而是心事问罪 这下可把旁边几人弄糊涂了 只有安德鲁心里明白 金童在说些什么 随着灯光暗响 大屏幕上开始滚动播放 安德鲁与玉女偷情的画面 最意外的是 这是早在金童自爆前 俩人就背着她滚了不知多少次床单了 就这还一直信誓旦旦的说是亲哥们呢 我看是亲嫂子吧 金童顿时眼中充满杀意 一发火球把朝外跑的路人甲给秒了 看来在回忆中 几人还是有生命危险了呀 但他们的超能力在这里统统不起作用 玛丽等人只好慌忙逃窜 刚好来到了前校长办公室外面 听见金童和老逼登在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刚好女乔丹就听到了这一切 情节也来到了乔丹的回忆之中 看来几人的潜意识在玉女能力的作用下 发生了漩涡般的交织 原来从他们的争吵中 乔丹早就知晓了山姆的存在 还帮忙迷晕了即将失控的金童 对此老逼登按照她一贯的做法 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来安抚乔丹 像她撒谎那只是金童对药物的副作用 希望她在外面不要乱说 并以校长助教一位为诱惑 好让乔丹爱奉手机 看着过去的自己 欣然接受的样子 连乔丹自己都对此唾弃 在与内心自己的对话下 乔丹重新审视了自己 打算与过去的不堪做切割 之后几人居然又传送到了地下秘密实验室 看着女校长几人 在对金童和弟弟山姆做着人体实验 但过程中金童突然惊醒 在女校长的事宜下 站在角落的玉女才战战兢兢地走出来 十分不忍心地让金童一次次地失去记忆 众人也看清了女校长的阴谋 而后几人又再次来到一扇门前 玉丹也瞬间产生一股熟悉的感觉 果然映入眼帘的正是她难以忘却的童年噩梦 角落处正蜷缩着瑟瑟发抖的妹妹 向玉丹质问着一切 父母的死一直以来都是玉丹的阴霾 在玉女制造出的幻境中 每个人都深陷在各自的痛苦当中 随后众人再次来到了玉女的房间中 看见了惶恐不安的玉女 她不愿再苏醒过来 不愿再去面对那糟糕的现实 安德鲁也不再责怪玉女 见到了爱的人那悲惨的过去 于是在安德鲁的劝告之下 所有人被玉女又带回到了现实 与此同时 恢复记忆的爱玛也带着珊姆回来了 可她一看到卫虎作娼的玉女 直接怒火攻心 将她抱打一顿 其余几人也拦不住这番蛮力 好在爱玛安抚珊姆才停了下来 玉女也算再次取得了几人的信任 这下终于全员集结 矛头直指学校底下的秘密实验室 而此刻博士的超人病毒也大功告成 在过剂量的病毒注射下 一个健康的超人类当场死亡 女校长看到这一场面 露出了别样的表情 现在可以让它变成残伤 好 好 好